OK 開始我們今天的時報 OK 今天有一點特別 一邊喝sake 一邊錄節目 OK 今天我們的話題都是圍繞著 SummerSlam跟NXT TakeOver 今天我會開放一點就是讓大家講一下 無論你是打字還是你是有麥克風 可以隨時拍麥跟只有對話之類的 OK 很多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講 我自己也悶 然後我自己也很辛苦 所以 OK 大家想我講 NXT還是SummerSlam先 Summer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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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場壓軸 兩場壓軸 OK 我不會每一場都會講 OK 兩場壓軸賽 其實你說的是Seth Rowland跟Johnson 還有Undertaker跟Blocklesser OK 我想想一下我應該怎麼講 OK 其實這個show 整個show本身 OK 其實也辦得不錯 是一個goodshow 只是中間很多比賽 你會看的時候你會覺得太頻繁 而且很多人在看這場show之前 都看過之前一天晚上的NXT NXT這個show他們辦的這一次也是非常非常成功 第一次到了一個能夠做超過 Sell out 什麼 Sell out 門要出賣光光 是啊 他們sell out 他們說是一萬五千人 但是我這邊我聽的 就是一萬三千三百人 左右 OK 很多時候 WWE 跟其他團體 很多時候都會 很多時候都會 擴大自己的數目 這個 這個 常常都會發生的 OK 呃 但是 兩場收其實都是收到 但是 在觀眾氣氛的這一方面 NXT就 遠遠的 超越Sellam這一邊 OK 原因是什麼 I don't know 然後 或者是 呃 如果 我要繳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 Raw這一邊 其實你看看很多場比賽 好像 Sheamus跟Randy Alton 啊 算打冠軍這一邊的Fatel 4-way 然後 Dolph Sikler Russef 呃 然後 Right Big Show The Miz 這些比賽 我們很多時候在Raw 都已經看過很多很多 或者是以前的Pay-Per-View 呃 呃 我們都看過他們打過了 尤其是 啊 Ted Team Championship 雙島冠軍這一邊 OK 唯一一個 OK 雙島冠軍之賽這個我真的要講一下 呃 就是 呃 雖然這一場 我們看過很多很多次 但是 呃 一些 帥交迷 在場的帥交迷 都是很瘋狂 我覺得 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New Day 因為 New Day 現在我看得出來 他們是 呃 在WWE裡面是 最 over 最 受歡迎的 一對 算打組合 以前他們這一隊組合 呃 呃 轉成一個 小丑一樣的 OK 呃 但是 當時候 最初他們 呃 這個這個 這個New Day出來的時候 他們是真派角色 但是我發覺到 呃 通常這一類型的真派角色 在這個年代 已經 呃 已經 不能做 OK 絕對不 絕對不能做 但是 Fince McMahon 他最初 呃 想出這個 New Day的idea的時候 他覺得 這個組合 呃 呃 可能是可以 成功的一個 正派角色 但是 呃 Big E.Kofi 還有 Xavier Woods 他們三個人都 呃 呃 當時我都覺得 呃 呃 這個根本不可能成功 然後 呃 他們說中了 真的 呃 真的 沒有辦法成功 然後 呃 我忘記了是 Xavier 還是 誰 跟 Fince McMahon提出 OK 我們現在這個 真派角色 已經 不能做了 OK Fince已經給我們 很多很多 呃 不好的反應 然後 呃 我們試試看 呃 轉成一個反派 看看呃 能不能夠繼續做下去 然後現在成功了 他們現在這個反派 反而 呃 呃 被 很多很多摔角迷 呃 喜歡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我 我 我發覺到 最近我看 RAW 或者是一些 Pay-Per-View的時候 每一次 New Day出來的時候 我都不斷在笑 我都 一直在笑 一直在笑 呃 而且 Pay-E OK 我現在開始越來越喜歡他 他開始 我覺得 以前他給我的印象就是 他不能夠說話的 但是他 我發覺到他 呃 最近他找到自己的聲音 還有 找到自己屬於自己的講話方法 然後 他們三人 呃 無論是打比賽還是 Cup promo出場的 呃 這一些你會看得出來 這個是 他們三個人 他們三個人 真的是非常好朋友 然後 是他們三個好朋友 一起 做一些東西 他們是Having fun 他們是 呃 出場 呃 不是只是打摔角 呃 表演而已 他們是 在外面玩 OK 他們 呃 自己跟 呃自己的朋友 一起去玩 然後 他們 帶著這一種 心態 出場 去表演的時候 我們也感受到了 然後我們 也 看得很快樂 呃 看他們的時候 也還會 呃 還會 呃 笑啊之類的 OK 然後 所以 呃現在 Tag Team Champion 給他們 我覺得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 呃 OK 之前的一場 Seamus跟 Randy Orton OK 這個也是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 我們在RAW 已經看過很多很多次 呃 其實最 呃 最大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 那麼 觀眾會對 RAW I mean SummerSlam的一些比賽 會 呃 反應會比較冷淡 因為 很多很多比賽 我們都已經 呃 以前都已經 已經看過 但是 NXT 這一邊 他們 呃 這些對決 OK 有一些的確是rematch 但是 呃 rematch的 譬如說 貝里跟 呃 Sasha Banks 還有 Finn Balor跟 呃 凱文的 這一些 沒錯 都是一些rematch 但是 他們是有一個很明確 很簡單的 呃 目標 來去打這個rematch 呃 貝里跟 Sasha 他們是打 女子冠軍 Finn Balor跟 凱文的 他們是打這個NST Championship OK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 呃 一個目標 很非常非常簡單的 一些安排Boken方法 有時候 呃 我以前已經講過了 OK 我們經常說Boken OK 有時候Boken 不需要 呃 要想一些很 非常特別 很複雜的劇情 對決的 一些的 OK 有時候簡簡單單的 都可 呃 有時候也可以 可以 引起 一些 帥腳迷的注意 跟 呃 就是 只要你安排得好 就算很簡單的 觀眾也會喜歡看 但是有時候 你 很 是 故意的把一個劇情 要 投放很多 太多太多的 的 呃 一些內容上面去 把整個 呃 故事線 搞到非常非常複雜的時候 一些觀眾也非常非常難的去 呃 去跟 OK 現在在 main roster 也是出現這個問題 對 對 是不是有什麼 話要說 OK 沒有啊 OK 然後其他的我都 呃 呃 呃 不會去講太多 呃 Roman Reigns Din Ambrose 這個 也 沒有什麼話好講 OK Roman Reigns 到了 NewYork 一些Hardcore 帥腳迷 呃 真的對他 呃 真的不給面子 這個 就沒有辦法 OK 呃 John Cena 跟 Seth Rowland OK 我現在說一件事 John Cena跟Seth Rowland 還有 Undertaker跟Block Lester 這兩場比賽 其實兩場比賽都有一個共同 共同的 呃 一個 一個 應該怎麼講 其實他們兩場比賽 在 過程 其實也非常非常好看的 OK 只是他們的結尾真的安排的 呃 真的 真的 讓我有一點頭痛 這 就是 OK 兩場比賽他們都有一個 呃 呃 都有一個心態就是 我想 A 跟 OK 現在A跟B OK 我想A選手贏 但是同時間我也不想B選手 呃 呃 因為這一次這一次的輸 然後會影響到他的地位 或者是他的 他的 他的 呃 形象的之類的 OK 所以我們要想一些辦法 就是OK 我們讓A贏 但是同時間也可以 讓B能夠有一個 呃 我們廣東話叫做下台階 下台階 OK 就是讓他 呃 呃 不會那麼難看 OK 但這個時候 OK 如果在我 在我的個人 呃 立場 OK 如果我看見兩個人 OK 我兩方面我都不想他 他們輸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 安排這一場比賽 Sethron 跟John Cena 還有Undertaker 跟Block Lester 這兩場比賽就是 呃 就是出現這個問題 呃 呃 我 我之前在Facebook這一邊 也問過大家一個 一個問題 就是 這兩場比賽 OK 這樣的結果 你們 呃 究竟是 解不解受 OK 雖然的確有一些人 呃 會選 呃 接受 但是也大部分的人 也也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 呃 這一種的 呃 完結的方式 因為 OK 我 我想問大家一件事情 Restlemania OK 辦了很多很多年了 OK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場Restlemania the main event OK main event 他們的finish 呃 比賽 比賽的結果 是 辦成好 好想 近年的一樣 有沒有一年的Restlemania 27 27是 呃 The Rock跟 呃 呃 你說是John Cena跟 Miss Miss 這一個 對不對 OK 這一場真的很難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 OK 呃 我從來都不覺得這一場比賽是一場好比賽 也是同時間 呃 其實Restlemania 27 呃 Sina跟Miss這場 呃 不要聊 OK 然後John Cena OK 雖然John Cena也是受歡迎 但是 你的對手 不是一個讓人家可以 幸福的覺得他是一個champion的人物的話 OK 當然 呃 這一場Restlemania OK Drawn Power 根本不夠 然後他們就要 以Night The Rock 的加入 來去讓這一場比賽覺得好看 但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 呃 在一個Restlemania Main Event裡 達成這樣 其實這一場比賽我也不接受 OK 除了這一場之外 還有別的Restlemania Restlemania的Main Event是這樣的 OK 很多時候Restlemania的Main Event OK 他們的 王節的 就是Main Event的王節的 呃 一末你會覺得是很經典的 OK 比如說 呃 上年的 不是今年的Restlemania 上年的Restlemania Daniel Brown 拿著兩條 呃 冠軍 OK 你看起來覺得 呃 是對他的聖牙是一個很經典的 呃 的Moment Chris Benoit跟 呃 Eddie Guerrero 然後 呃 26是哪一場 26 Main Event嗎 對對對 Main Event 我們現在在指示 Main Event 我們現在在指示 26的 Main Event 有哪一場比賽 Main Event 世界中的 Main Ev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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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場比賽也是 我給了 我忘記了 我給了9.8分 呃 還是 10分 因為我覺得我給10分的 OK我肯定就是Restlemania 25 這場 我給的是Restlemania 25 這場 這場 我有沒有給10分 我想再看一次 我想再看一次 但是我 我很肯定Restlemania 25 25這場 我是給10分的 OK 然後 呃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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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Baltista 這個呃 不是Main Event 但是 還OK 這一幕 OK 然後 我們回到SummerSlam這一邊 OK 這一次的SummerSlam 他們 啊 算成成 這一場 Restlemania 這一場SummerSlam 跟Restlemania 的規模 是 一模一樣的 OK 他們特別的把這個SummerSlam的 大會時間安排成4個小時 OK 但是 當我看完 Rowlands跟Johnson 還有Undertaker 跟Baltista 這兩場比賽之後 我完全沒有辦法讓我覺得 你這一場SummerSlam 是有一種就是Restlemania 的一樣的感覺 沒 這根本沒有這個價值 因為你們 沒有 在賽程 I mean 在比賽上的結果 安排成 是 跟Restlemania一樣 OK 然後 第二天的Row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OK 呃 讓我先找一下資料 讓我看看 還有沒有 OK 因為 呃 大家都應該知道 如果你們是 有留意 一些 呃 摔跤新聞 摔跤新聞的話 通常 Restlemania之後 第二天的Row 他們的收視率是 非常非常的高的 呃 呃 通常 OK 在現在這個情況 在現在這個年代 他們的 呃 最高的收視率是 大概有48 50萬人左右 OK 這個是他們的 OK 最最最 呃最高的了 OK 現在這個是他們的直線 OK 呃 今年的Restlemania之後一集的Row 大概也是這個數目 OK Exactly 呃 確實的數目 我我忘記了 我突然就沒有辦法記起來 但是這個 這個 他們 說 所謂 跟Restlemania 一樣的SummerSlam 辦完之後 第二天的Row 他們的電視收視率 非常非常低 呃 如果 如果跟一個 A秀之後的Row 比起來的話 呃 他們是 真的很低 他們只能做到大概 三百 七千萬人左右 OK 就是看起來就是 你完全沒有辦法讓 讓你覺得 OK這個Rating是 一個 A秀之後的Restlemania的感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 Undertaker 跟Seth Run 這兩場比賽的 安排 呃 呃 呃 出來的結果 呃 影響到 這個 我不能夠確定 但是 當你看完整個SummerSlam 就 你這根本 不會覺得 這個SummerSlam 是跟Restlemania 的規模一樣 沒有 因為整場的大會 你你會覺得 很 很多你 你都不想看 OK 尤其是 呃 我在我香港這一邊 的摔角米 他們之前一天看完NST之後 當他們 一開始看Sheamus跟Randy Alton 的時候 他們已經開始沒有興趣 第一場 在第一場 他們已經開始沒興趣 所以說 問題 會 問題的嚴重性 OK 然後你中間還有一些 呃 我們覺得很 很笨的東西 比如說 Dawcett 跟Rusev 還有 呃 Steven Amell 就是Green Arrow 跟Neville 對上Goldus 跟King Berry 這個 你們覺得如何 OK 我不知道 OK 我自己 有一點點興趣 因為我想看看 這個 Steven Amell 他 呃 呃 呃 這幾個月 呃 為了這一場比賽 呃 做了很多很多訓練 打完之後 他會有什麼的 呃 Stardus Stardus I'm sorry Stardus 我剛才講錯 呃 哪一個名字 呵 Goldus Oh Goldus I'm sorry OK 這一場真的很 呃 OK 其實我會比較留意 Steven Amell 他的表現 其實呃 呃 這個人應該要 呃 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讚 因為我們以前很多次都看過一些所謂的special guest OK 一些不是帥教授 只是單純一個一個呃 名人 一個呃 派系的呃 明星 來去打比賽 然後在擂台上能夠做的東西完全是 不是不多 是非常非常小 但是這個Steven Amell 他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真正是一個呃 非常Hardcore的帥腳迷 OK 他會不會看其他呃 呃 獨立團體的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他 的確是一個Hardcore的 WWE Fans 然後他呃 也 不是強迫 只是他希望自己可以能夠在雷台下面 呃 做多一點東西 然後他這一 呃 在這一場呃 他做到了 OK 呃 呃 這個我真的要給Steven Amell 呃一個讚 OK 然後呃 呃 呃 現在我看到有兩場比賽 女子冠軍跟呃 呃 OK OK 我先說Kevin Owen跟Cessaro這一場了 其實這一場比賽是非常好看 OK 我覺得 覺得是很好看 但是 當我 留意 當天在場的帥腳迷 他們的反應的時候 完全沒有辦法給我一種 呃 就是 就是 我只有一場比賽 我很想給很高分 但是 我沒有辦法給高分 因為 呃 因為 呃 因為 我同時間也看了Summer Slam 然後他 呃 我問他說 當時候是發生什麼事情 呃 因為 一些觀眾 他們看完Seth Run跟Johnson的結果之後 他們 呃 有一些觀眾不喜歡 然後 他們的情緒 開始降低了 然後 第一分smatch這一邊 他們也沒有興趣 他他他他們也沒有興趣 然後 呃 讓他們的 呃 情緒也在降低一點 同時間 當 Kevin Owen跟Cessaro打完 呃 呃 呃 開始打這一場比賽的時候 呃 當時候已經差不多是 呃 這一場show的 大概 呃 3個鐘頭 15分鐘左右 當時候 OK 我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有這種經驗 OK 就是 呃 要 去 一些 現場的show 然後要看一場 超過3個鐘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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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ling show restling大會 當時候 OK 因為之前 呃 連場比賽的結果 呃 還有時間的問題 很多很多摔角蜜已經很累 已經 已經太累了 OK 喔 還有就是他們 之前一天晚上他們也看過NXT TakeOver OK 所以 呃 我們的體力已經 呃 已經 沒有了 他們 好像是在 呃 這個時間 開始收集一下 呃 我問我的朋友 他說 其實這一場比賽不是不好看 是真的好看 但是 很多帥小米都覺得啊 太累了 我們很想 盡快看到這一場比賽的完結 我們希望看到這一場比賽的結果 然後我們就可以 呃 盡快的看看完這個Undertaker跟Block 因為這一場比賽大家都呃 很期待 他們很喜 呃 很想看Block 那時候跟Undertaker 所以他 他們就會在 Kevin Owen 跟Cesero這一場的時候 會有一個 有一個想法就是 哎快一點完結了好不好 呃 雖然你們打得很好 但是我想 快一點完結了好不好 OK 所以就忽略了這一場好比賽 所以 呃 呃 呃 我之前都講過 有時候 譬如說做做一個Blockers Blockers Blockers的意思就是安排賽 呃 賽程的人 OK 你把 一場比賽 放在哪一個位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如果你這一場比賽 你放在一個 你安排 安排在一個呃 非常不好的位置的話 就會影響到這一場比賽的呃 呃 出來的效果 呃 他會不會上來 我不知道 因為呃 今天的時間 我們都 呃 不是正 正常的時間 通常我們都是 星期六 呃 呃 呃 做這個節目 今天我們要 星期天 所以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上來 呃 等一下 如果是我的話就會 呃 你的話我不反對 但是 呃 呃 我不知道是我的感 感情 或者是某一些東西 呃 我自己個人呃 不太想把 OK 呃 應該 OK 有有有可能 OK 我們現在呃 呃 就是一個 漢漢曬 漢曬的意思就是呃 一些事情發生完之後 我們再看 我們回頭看 然後我們會呃 呃 這些東西不能呃 是沒有辦法去預測 同時間 如果我現在回頭看 OK 我要把一場IC冠軍賽 放到一個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在這一場比這一場比賽在這個位置一定死定的 OK 如果是呃 因為IC冠軍我可能我是我自己本身對 所以IC冠軍這一條冠軍還有一點點的呃 壯 我沒有辦法故意安排 一場冠軍賽在一個有可能會失敗的位置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但是 其實 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話題 非常非常複雜 因為 有時候 有時候 booking 是沒有一個 一個非常 呃 絕對正確的一個方法 沒有一個only one format OK 有很多很多種 但是 你 你要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 要完全看 一個字 timing 時機 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實際 對 的話 你在 一個安排上面 你會 怎樣怎樣做 OK 有時候會做得對 如果timing 你的實際是錯的話 就算你怎麼 怎麼做怎麼做 你出來的反應 或者效果 都隨時會 呃 不會能夠做到你想出來的效果 就是 這個 這個 也是一個 呃 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很害怕 就是 Fence McMahon 會不會 看完這一場比賽之後 會有一個 呃 心裡面有一個想法 就是 OK 你們 經常說 OK 你想我們 棚 Kevin Owen 跟Cesaro 但是我們安排 呃 他們在這個spot 然後他們沒有 沒有反應 然後 他們就覺得 OK We did it 我們做了 但是現在沒有反應 OK 你看看 但是 Fence McMahon 有時候 是一個人就是 我覺得他年紀越大 就越沒有辦法 清楚看到 他們 呃 現在的問題在哪兒 同時間 呃 呃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他們沒有看 competition 沒有人家可以跟他們 競爭 如果在一個完全沒有競爭的情況之下 然後 他們也可以不斷的賺大錢的時候 一些 告成 包括呃 呃 包括Fence McMahon 就會 呃 有一種想法就是我們做什麼都對的 就算你們呃 呃 怎麼去 怎麼去罵 怎麼去投訴 只要我們可以賺到錢的 我們做什麼都對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他們依然可以 呃 繼續賺大錢 因為 如果說 National Promotion 一個 帥校的大團體 現在只剩下他們一個 以前 90年代 我們還有 呃 WCW ECW 還是 呃 也呃 其實也基本上 也算是獨立 所以這個 我先 呃 不講 但是當時候的ECW 呃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80年代 OK 呃 WWE AWA NWA 還有很多很多團體 你可以選擇 一些 呃 National Promotion 一些國家性的團體 可以跟他們競爭 但是現在 你根本沒有一個 呃 沒有一個National團體 可以跟WWE競爭 TNA也不爭氣 RH也沒有辦法 呃 就算他們 他們 怎麼去幹 也 呃 我不知道是他們沒有辦法 還是他們沒有興趣 呃 把自己做大 I don't know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 如果當你出現這一個 這種情況的時候 一些團體的大老闆就會覺得 OK 我們做什麼都對的 因為因為我們 一一 OK 我們有選擇 我們做 我們做 我們做為 Hardcore fans的 我們知道我們在哪一些地方 可以找一些 不屬於 WWE的帥腳 我們知道 但是一些casual fans 還是 呃 還有一些 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這些 這些帥腳 不是他們不聰明 只是他們 呃 根本 根本 根本不懂 如何去找另外一些帥腳去看 所以其實 OK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 呃 現場聽的觀眾 有多少人 是 可以說一句話 就是 現在如果我沒有 WWE的話 我 我的帥腳性活 都一 都可以 維持下去 我可以 我可以 我能夠講這一句話 我 我 我可以講這一句話 但是 呃 不是 如果我的話 其實我 我 心裡 心裡面 想講一句話 但是 我不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現在沒有WWE 沒有WWE的話 我放棄WWE的話 然後我這個帥腳死報也需要放棄 因為如果我不看 如果我不看的話 我怎麼講呢 OK 我不能就是 只是單純看一些戰報 然後就講 呃 一些比賽的東西 根本不能 嗯 因為 呃 以前我有 一一一 呃 我有某一集 OK 呃 做帥腳死報的話 呃 我有一集是 我在 這個禮拜 我是沒有 看過任何WWE的節目 我只是單純看 呃 一些戰報 然後 單純在 裡面的內容 然後 再 講出來 但是出來的效果 非常非常差 因為我沒有看 我只是看 我只是看戰報 但是我沒有看過 任何的 呃 呃 這個禮拜 我沒有看過任何節目 然後講出來的 就完全是 呃 兩回事 效果很差 所以 所以 呃 如果真的要去評論的話 呃 真的 真的 真的要看 同時間 呃 呃 呃 有時候我們 有一些 粉絲投訴 就是 OK 被雷 OK 被人家雷的 事情 然後我 我經常聽說 OK 哦 這一場比賽 哦 我被人家雷的時候 我沒有 呃 沒有興趣再看 因為這個 結果我已經知道 但是 我經常都 講 就是 就算 給你知道這一場比賽的結果 又如何 你知不知道這一場比賽的內容是什麼 有時候結果 未必是最重要的 呃 一個 It's not an important thing 有時候結果 未必是最最重要的 thing 最重要的是內容 比賽內容如果好看的話 有時候 你給你預先知道結果的 OK 其實也不是一件很很 呃 critical thing 對我來講不是 然後這個第一次championship match 然後這個第一次championship match 其實這一場 OK 我 我想問大家一件事情 OK 就是 拋開你們的成見 OK 拋開你們的成見 OK 單純 呃 用觀察 來去看這一場比賽 你們覺得這一場比賽 呃 呃 O不OK 好不好看 OK我給你們一個 呃 一個 Rating OK 一個Rating System OK OK 呃 只是頻頻接受 Good Great 等一下 先等我一下 我給你們一個 Rating System OK 就是這個 評價的 系統 OK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總理 Worth 就是 最差的就是Worth 然後到Bad到OK到Good到Great OK envy就是最好的啦OK 这一场比赛你会给哪一个程度 给你们一点点时间回答我这个问题 可以再说一次哪一场吗 第一次championship match 不是第一次championship match 是summer slam 这个所谓的三阵elmination 不是第一次championship OK 第一次championship 是NXT这一遍的 OK 现在我们还是留在summer slam这一遍 有人说bad 两个good I mean两个ok 一个good 两个bad OK跟bad之间 给多一点时间你们回答 我会选ok的比较多 然后有两个选bad ok 如果是我的话 ok我会利用s他的他的打法 就是 ok我跟他的答案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 ok我会给ok跟good之间 其实有这一场比赛有中间一部分的时候是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其实是ok好看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一场是好看的 但是为什么一些帅脚迷会对这一场女子的上打3team比赛没有兴趣 我给你们 我给我讲我自己的理论 这时候 之前之前ok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觉得为什么 main roster这一边的defer division 现在is not working 现在 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会给 会跟nxt这一边的不一样 为什么会那么大差别 他们的分别是在哪一边 你们可以给我一些 就是你们的看法 可不可以 OK 有人说第一个答案就是 main roster不知道在战什么 OK 还有没有其他 选手评级 交点台上 OK 其实你们都大 大概也说出问题的所在 你你们都都都都讲出 OK 我先讲一个就是 你们记不记得五个星期之前 当 Sharlott 呃 Backy Lynch还有Sasha Benz他们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OK 我我们大家都 呃 非常的 呃 欢呼 就是就是觉得啊 很棒 因为他们三人终于上来 Main roster这一边 OK 但是我在呃 另外一个电台节目 呃 呃 单手他说我现在先不评论 呃 我OK 我先不给一个结论 就是呃 这个计 这个计划 会不会成功 或者是 会不会失败 但是我看得出一个 呃 嗯 It's not work 的一个原因 因为 他们的安排是把 Summer 呃 不是 呃 Sharlott 还有Backy 站在同一队 跟呃 Page一起 然后只有Sasha 这一边 就 站在 Naomi跟 呃 Tamina旁边 OK Tim Bella 就就算了 OK 这个时候 OK 为什么NXT 这一边的Diva Division 会那么成功 就是因为 Page 呃 以前Page 跟Emma 可以达到好比赛 OK 虽然我不记 OK 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觉得Page 跟Emma 以前这一场 呃 NXT的比赛 会不会觉得是经典 OK 但是 在看之后的 比如说 呃 Sharlott 跟 呃 Latalia 然后之前 Sasha 呃 Sharlott Backy 还有Baley 他们的 呃 Sasha Benz 跟 Backy Lynch 还有 Sasha 也跟Sasha 也跟Sasha 打过 在San Jose 这一边的 OK 还有 我们刚刚 上个星期 的Sasha Banks 呃 Baley 这些比赛 都是我们 评价为 是一些 如果 如果是用我们 帅交时报的 呃 计券的话 9分 OK 这一些比赛都是可以 打成9分以上的比赛 是一些 是一些非常 经典的 的比赛 因为你 你有这些 我们所谓的 Great match 的存在的时候 观众自自然然 就会 呃 觉得 哦 NXT的Diva match 好看 我们会 可以 呃 呃 给多一点时间 给多一点 呃 心去留意 NXT的Diva match 他们的Diva比赛 但是 如果你要 你要 要求 Sasha Charlotte 还有Becky 对上好像 Neki Bella Bree Bella 或者是Naomi 这些人 的时候 他们根本 没有办法 打得出 这一 这一种 程度的比赛出来 因为他们 OK Neki Bella 这些人 OK 他们的才能 根本 没有 有办法 可以跟 Sasha 这些 这些的看齐 他们是 根本 他们 没有那么多 Talent OK Tim Bella 他们上人 真的很烂 有时候 Naomi 我也不知道 她有时候 在泥台上面 是干什么的 OK Naomi 所以 虽然她 她是一个非常 很 Athletic 的一个女子 選手 但是有时候 她 她在泥台上 做的事情 有时候 我 一边看一边挖着头 就是 What 就是 OK 所以 如果 如果你 想 Diva Revolution 要成功的话 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 你必须 要 你必须要 让他们 打出一些 我们所谓的 经典的比赛 Classic match NXT NXT 这一场 Diva Championship match 就是 一场 非常 非常Classic的一场比赛 非常经典的比赛 我们可能 OK 到现在 我们还是在 呃 还是在讲 以前的NXT Takeover的 比如说 他们的Fatal Forward 还有Sasha 跟Bakett Lynch 还有刚刚打完的Sasha 跟Bakett Lynch 这些的 呃 他们打完的时候 我们都一直在讨论 一直在 呃 呃 跨战他们这一场比赛 哦 非常非常 It's a very good match 但是 你 你有哪一场Main Roster 的Defense Match 是可以让我们 可以 就是 五 不论 过了 那么多年 那么多时间 我们都可以再一次 再一次回味 有没有 根本没有 如果 如果 这些比赛 这种类型的 呃 我们 我们所谓的 classic match great match 这种程度的比赛 没有办法在Main Roster 出现的话 你这个Defense Revolution 根本不可能成功 同时间大家都 都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这个 ok 这个 Defense Revolution 是什么 what is it what is it 我在另外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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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些 呃 摔角米 谈过这 呃 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还是很 呃 就是 呃 说 ok 呃 现在先 呃 不给这个 所谓的Defense Revolution 就是 一个结论就是 呃 是不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是我们现在看 看到这个过程 他们做错了非常非常多的 的 的东西 非常非常多的安排 然后 呃 现在这些安排都会让我们觉得 ok 你这个Defense Revolution 根本没有办法成功 但是有一些人都都会骗做一些 呃 呃 所谓什么是Defense Revolution 你们有没有人 可以 呃 给我一个答案 什么是Defense Revolution 就是 女 女子 组别的 革命 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很正常 因为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is it ok 你要女选手 女帅 要受到贯注 你要做到这个事情 你只要干了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ok 就是办一些好比赛出来 ok 不是一一一一样 不是 不是这一件事情 ok 有些好比赛 是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 这些比赛 你要 必须要给他一个理由 你要给他一个理由存在 ok 比如说 呃 我想拿出一些例子 我想拿出一些例子 ok 嗯 有没有 比如说 NXT这边 ok NXT ok 我们看看 NXT 刚刚这个takeover的比赛 比如说 Apollo Cruz 他赢了 然后什么 他 他赢了 而且他也是 就是 暂时如果说 momentum 有没有人不知道 momentum 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 momentum 这个字 我们在 如果是谈论 摔角 一个人的气势的时候 我们定常会用momentum 这个字 ok 气势 声势 ok 现在上摩托 他的momentum 非常非常足够 ok 然后他打完 Baron Corbin 这一场比赛之后 我们大家都会 有一个image 或者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 可能下一个 挑战 Finn Baron的人 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 也赢过一些重要的比赛 他现在他的momentum 有了 他的momentum 开始足够了 所以 下一个应该轮到他了 所以我们看 NXT 的比赛的时候 这些 比较 嗯 嗯 Simple 一些简单的boken 安排 我们 看完之后 我们可以想出 就是下一步是什么 What is the next step ok 这个人 ok 他最近 跟跟看UFC一样 其实 其实 WWE跟UFC 有一个 有一个相同的 东西 就是 他 他 两种 都是 一个 格斗的Entertainment 兩种都是跟格斗有关的Entertainment 唯一一个分别就是一个是真一个是假的 但是你在看的过程里面 他的内容完全是一个比赛是一个competition 然后competition有赢有输 ok 你输的ok 你的地位就要退后一步或者是两步 如果你赢的话你就一直爬上去爬到一个位置就是ok 我现在已经爬到一个位置我可以有资格去挑战什么什么冠军的ok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所以我 昨天 我在Facebook投诉一件事情就是 在刚刚这个星期一的Raw ok Nekki Bella讲过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生气 我差一点就把我的 Monitor 我的屏幕打破 就是他说Win and Loss It doesn't matter 意思就是赢输是不不重要的 ok最重要的就是冠军在我手中 ok 但是第一件事情我就我就想ok 你这个冠军 你是要赢比赛 才得才可以得到的 ok 然后如果Win and Loss 赢跟输是不重要的话 那 你这一条冠军是如何如何得来的 就是ok 这个未必是Nekki Bella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选手的Promo 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一些剧情组 或者是Facebookman 他是做出来的 ok 其实这一件事情我 我知道了很久 就是Facebookman 他的心态就是 他的确是有这种心态 Win and Loss It doesn't matter 赢跟输是不重要的 然后这种心态 他就放在他的Boken 上面去做出来 然后 让我们感受得到 ok ok 如果你是一个smart Resting fans 你观察力 非常 就是你的观察力非常够的话 有时候你会看得出来 ok 但是 一些casual fans 他们通常都未必会知道 因为有时候一些casual fans 在看的时候 跟我们都不一样 他们不会想那么多东西 ok 他们只是看而已 ok 所以他们没有想的太多 ok 但是 如果你在一个promote ok 然后公开的说出来就是 Win and Loss It doesn't matter 的时候 他 他 讲的那么明 明白 他 讲的那么明确的时候 然后 就 随时会有一些casual fans 就会觉得 如果Win and Loss doesn't matter ok 这些比赛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赢 蛤 这些比赛 如果Win and Loss It doesn't matter 那我打这些比赛 我都可以 打得很轻松 对不对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赢 因为我赢了之后 ok It doesn't matter 是 这个 这个是 no logic 逻辑就是logic 这个是完全没有logic ok 所以 有一个摔跤 我不是针对这个摔跤 的答案 但我在Facebook写完这个之后 有一些摔跤 结果我明白 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会想那么多 ok 但是 但是 你到最后 你在看得多的时候 你看 你在看这些 非常没有逻辑的一些安排的时候 你会觉得 Why the hell I'm watching 我为什么要继续看 因为没有意义 这些比赛 如果赢的人 他的地位没有上升 然后输的 就突然就 跑出来可以 挑战冠军的 跟好像sting一样 ok sting这个 ok 我明白 因为他是sting ok 所以他一出来 很多人都想看 很多人都会觉得 sting出来 打比赛 ok 我们都会有兴趣 但是 你问我 我 Do I care about this match? 就是 我 会不会太在意 sting跟 Seth Rowland 这一场对决 Nope 我 不会太care 这一场比赛 我会看 但是 我未必给钱去看 因为这个logic完全 完全是 It's not It's not making sense 这完全不合理的 对的 一一一个 ok 比如说假设 你们读书的 ok 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 呃 台湾的 呃 学校的 教学的 基督是如何 比如说我们香港的 ok 如果你 考试 呃 考试 不 不和解 呃 不合格 不合格 ok 比如说你 你拿了50分的话 ok You failed 然后 如果 你是 如果你fail的话 那么 然后你就不能够升级 你就不能够升级 你就 你又 呃 你要 我们 呃 广东话叫做老班 ok 是啊 是啊 然后 WWE 就有一个理论 就是 如果 你是fail的话 你一样可以 呃 升级 这个是WWE的理论 这个是WWE的logic 所以我看完这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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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现在在我的心目中 我个人哪 ok 我自己个人主观一见 我现在最 没有兴趣看的摔跤团体 就是WWE ok 我的个人看法 ok 如果你的比赛 你平常的比赛没有意义的话 那我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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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 我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现在我不敢去交女朋友 因为我现在差不多 每一天大部分的时间 如果不是上班的话 我就是给了摔角 我看很多比赛 就是我想把这个摔角时报 可以办成是 跟现在不一样的东西 我想我的确是想把摔角时报 办成好像是一个website一样 所以我一天上班的时间 八个小时 然后我 关于摔角的东西 一天我都用了差不多八个小时 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 有时候比较小 有时候我没有一些比赛 在我要看的时候 其他的时间很小 比如说每一天 两个小时 我就给了玩online games OK 但是我真的 我现在我不敢去做其他事情 比如说叫女朋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现在要搞这个摔角时报 我根本没有时间 我很怕到时候 我叫了女朋友之后 叫了女朋友之后 我要放弃摔角时报 或者是我其中一方 我要牺牲 OK 如果你说未来的主播 OK 这个也 OK 也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其实以前 我们投诉 比如说展员 或者是现在的郑雷 OK 我先不讲郑雷 这个 OK 但是比如说展员 这一边 有时候我是觉得 不是他的错 我不觉得是展员的错 我觉得就是 展员 他是在一个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被上级要求他 去做这个WWE的播报 但是他 OK 就算他是看摔角 OK 就算他是看摔角 问题是他本身对于摔角的 的 的 Large 有多高 有多深 其实 OK 做帅招 主播 OK 是一场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本身没 OK 你不喜欢摔角 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摔角的话 那就更加不能够做摔角播报 因为摔角跟其他运动真的不一样 是一个非常非常unique的sport OK OK 如果你真的不懂 你的对于摔角的姿势是真的不够的话 就算你对摔角是有哪多尊重 就算你再多努力 你都没有办法 可以做一个非常棒的摔角主播 跟打摔角的人是一样 OK 都要看talent OK 如果你对于摔角的talent 你是不够的话 就算你再努力去做功课 去练习 就算你再做更多的话 你打的比赛都会比一些真的有天分 真的有talent的人 是不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passion passion就是你对于这一个 你摔角 有没有热忱 有没有热忱 OK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有没有人看过 现在我们美国 我们美国这边的 不是OK 不是说我们美国 OK 我现在也不是在美国 是在加拿大 在美国这边 SSTV 就是SST电视台 他们现在播这个 新日本的节目 两个主持人 Moronado 还有Josh Bonnet OK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的话 你们 我真的希望你们看看这个节目 因为如果说现在摔角街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播报就是他们两人 尤其是Moronado 因为Moronado他OK他平常他不是摔角播报 OK 他他他他他做这个呃这个之前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做什么的体育播报MMA 拳准 拳准 准备Bo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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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这些类型的运动的播报 但是他可以把 摔角播报做得那么成功做得那么出色做得那么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摔角迷他很多很多年之前我忘记他差不多十多年之前他做过摔摔摔摔摔的Manager 它在他在一个isoning圈的摔角团里也也做过一个manager 的角色一个经理人的角色他是他从小到大就就就是一个摔角蜜他非常非常喜欢摔干他以前也也会去看Holgan Unterstützung Jason 如果你要去問Moronado一些關於摔角界的歷史的話 他可以講得出來 他講得比我更巨大好兩倍左右 然後他做這個SSTV新日本節目的播報 他現在我們很多一些摔角評論的人 近年沒有一個人會反對 他是近年的全年最佳的播報員 你試試看去問 Dave Meltzer Brian Elvis John Pollock 還有Way Keller這些人 我都會說Moronado是現在摔角界最出色的摔角播報員 所以如果你越喜歡的話 你就會越想去給多一點時間 去摔角這邊去 去查資料 去做功課 看一些情報之類的 看Restland Observer這邊的OK 我差不多每一天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做這些東西 看比賽還有看秀 所以OK OK 曾雷這一邊OK 我覺得原本不是他的錯誤 OK 原本不是他的錯誤 就是在一個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被告成安排到他要做這個節目 他沒有選擇 但是他的問題是 他要裝成是專業的一樣 他要裝成是OK 我現在講的東西是對的 但是他講很多東西都是錯誤 然後他不承認他是錯誤 然後他不承認他是錯誤 OK 如果說一些Politics的心態的話 就算你知道你自己的 就算人家給你投訴 說你講的東西 你現在幹的不對 投訴你現在做的東西是錯誤的 OK 如果你是對這些評論是有反感的話 你最多就是不給人家回覆 你就是不給人家回應就可以了 OK 但是他偏偏就要跟給人家回應就是 No 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OK 下一次會改正 但是 講完之後都沒有改 所以就 就算了 我情願他 繼續做的OK 我希望他可以越做越好 OK 可以有進步 但是我不相信他可以進步 因為 做這些不是一兩天 或者是一兩個月 或者是一兩年 你就可以學懂的事情 所以我對他我都 我都不能投訴了太多 不僅 本身他 做這個播報也不是他的選擇 OK 所以錯誤 最大的錯誤不是在 他本身 最大的錯誤就是一些高層 OK 如果你 不能 OK 如果你不懂把一些 適當的人 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的話 你到最後 到最後都會出狀況 OK 比如說NBA OK 假設一個NBA 一個球隊的教練 OK 我把一個原本應該打中鋒 原本打應該打center的人 我叫他去打point guard OK 你看看會出現什麼情況 原本一個應該打中鋒的人 原本一個應該打中鋒的人 我放他去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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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guard中文應該是 應該怎麼講 point guard 後衛 得分後衛 空球後衛 OK 然後這一隊 這一隊 這一隊球隊 就 我覺得他的未來會輸得很慘 明星 明星賽這一些 都是一些娛樂性的就算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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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n Robert Justin Robert 呃 他現在 呃 我上一次我看他的時候是在 呃 House of hardcore這一邊 他單單這個 呃 呃 Ring announcer 他在這一邊當Ring announcer 但是呃 他也會呃出席很多很多的呃 都立團體的呃 的大會 他也會做呃 Ring announcer 是啊 Hoh 他會做呃 在這一邊做呃 做呃 Ring announcer 他也會在其他的團體呃 做Ring announcer 但是 解一些團體是什麼的我不知道的 但是 至少我知道 每一次呃 Hoh 呃 呃 要舉辦比賽的話 他也會在 你說 Johnson Robert Johnson Robert 也是一個帥腳迷 他很小 呃 他很小的時候已經看帥腳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 呃 呃 在呃 帥腳團體裡面工作 你是 shopped 你 評論 哪個詞是什麼詞 Smart ring 呃 r Ring announcer 就是 呃 比如說現在 呃 Lillian Garcia OK 呃 思宜 思宜 噢 OK 好 好 這些人 就是 就是Ring announcer 現在 Lillian Garcia 呃 NXT Jojo 這些的都是Rank Announcer 所以到最後有知道他到底是為什麼離開W1 他沒有說的很白 其實 我聽過某一些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都不敢說 但是他跟W1的關係也不是那麼嚴重 所以他未來會不會重新加入W1工作呢? 很難說 至少他現在沒有在外面說那麼嚴重 就是 要罵W1什麼什麼什麼的 OK 他 他們內部 那麼 什麼什麼的 賺成好像CNP的一樣 他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也有可能可以重新加入W1 沒錯 他當時合約到了 然後他 呃 呃 也 OK 雖然我不知道 他在這一些團體 呃 可以收那麼多 呃 可以可以可以收幾多錢 結果我不知道 至少 呃 呃 呃 不會小 OK 至少不會太小 而且 呃 以前在W1的時候 他一些旅程的費用是完全要自己逃的 然後現在他在杜力團體呃 呃 呃 出席這些boking的時候 這些hotels 呃 旅館跟呃 呃 一些車跟飛機的費用 是完全 呃 一些 一些獨立團體 呃 包辦起來 所以他現在能不能在 呃 就是 跟他在W1的時候 會不會再 呃 可以賺多一點點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他現在還有工作 他心 起碼現在他還有工作 同時間 呃 在獨立團體 你的工作的方式會比較 自由一點 我看過他在 House of Hardcore的表現 他呃 比如說有時候 在一些 呃 比賽跟比賽中間的 一些空白 呃 空白時間 的時候 呃 他也會 呃 呃 故意講多一些東西 去呃 試做一些 呃 細分 讓我們呃 就算看完比賽之後 都沒有一個感覺就是 要做著 呃 呃 沒有東西可以 做 就要等下一場 的比賽出現 沒有 他是 就是 在一場比賽打完之後 他會講一些話去 去 呃 讓我們有反應 還有 呃 可能也會講一些 呃很有趣的東西 呃 讓我們笑之類的 所以 他 現在他的 的 現在他的工作 我覺得 他是 Enjoy的 至少他給我的感覺 他是Enjoy他現在的 工作 他是享受他現在的工作 我們以前都聽過很多 呃 摔腳界的前輩 都講過一句話 就是 你在摔腳界工作 呃 其實最重要的 呃 一件事情就是 呃 You need to have fun 因為摔腳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行業 你在這個行業有時候也可以當成是玩一樣 OK Have fun 如果你 呃 對於你自己的工作沒有辦法有這種 Having fun的 心態沒有這種感覺的話 你 呃 你 到最後都不能在這個行業待得很久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聽過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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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激動其他的選手 做一些 惡作劇去玩其他選手 其實 這種也是一個 呃 Have fun的方式 好像現在New Day的一樣 現在New Day你看他們三人 OK 就是會大家一起Have fun 好像三個星期 呃 應該是星期一的早上 他們 呃 Big E Kofi跟 Exavier 他們離開他們 呃 他們離開他們的旅館的時候 呃 Big E就故意要啟動Exavier 就是 Exavier他當時 呃 要安排坐在後面 然後 Exavier就 呃 把一些東西先放在 呃 車的一邊 然後他就 呃 再跑到另外一邊去 去 呃 You know where it is OK 然後Big E就故意把車開走 但是當時候Exavier都都還沒有 呃 還沒有上 還沒有上車 這個也是一種惡作劇 然後 呃 當時也有很多很多人在看 然後 其他也 呃 呃 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也 也 也在笑 也 而且也笑得很開心 所以 所以 這一些惡作劇也是一些摔 呃 摔角手 呃 在沒有打摔角的時候 呃 一些自我自我娛樂的一種方式 他已經做了 還有 NXT這一邊 OK 我只 只是講 呃 Cole main跟main event這場了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不多 OK 呃 那貝里跟Sasha Benz也想你們會給幾多分 9分 9.5 9.5 OK 其實這一場比賽我看了上次 我看了上次 第一次是跟Alan當天晚上做這個實況的時候 我們是一起看的OK 這一次是第一次 然後之後我再看多兩次 然後你記不記得我當天晚上我看完之後 我說我給幾多分 9.7 對 當時候我是給9.7 但是我在看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發現就是我每一次重看的時候 我都會不知不覺的想給多一點分數 然後到最後我看第二次的時候我給9.75 我在看第三次的時候我給9.85 因為我在重看的時候我發現到我可以再看多一些東西 是我之前還沒有留意到的 所以到最後我現在這一場比賽我的結論我的分數我會給9.85 就是 就是講故事的方法非常非常棒 只是中間有一個位置我覺得有一點一點點好像錯誤的部分有一些多餘的部分就是在比賽的8分54秒到9分鐘的時候 然後 當時他們兩人已經在雷台外面 再掉下雷台一次 OK 然後我看這個 spot的時候我就覺得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OK 他當時是在攻擊杯裡的手 然後 OK 如果你要是break the count OK 就是 嗯 這樣講 大家應該知道break count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在雷台外面 OK 啊 裁判會數10秒 然後要 如果你想要中斷秒數的話 你其中一方要回到雷台上面去 然後就 再重新 再 呃 離開雷台 回到雷台外面 這個 呃 這個我們叫做break the count 中斷秒數 然後我就覺得 OK 如果你要中斷秒數的話 你自己 呃 Sasha一個人 呃 回到雷台裡面 然後 立刻 呃 立刻 離開 就可以了 你 你 不需要 搞那麼多東西 然後 我 看完之後 我就 完全不明白他在幹什麼 所以 呃 這種 就是 因為 in ring psychology 有一點點我 扣了分 除非 呃 有什麼人可以解析一下 OK Sasha 幹這個動作 OK 他的意義全 呃 OK 是什麼意義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的我都沒有任何投訴 其他的我都覺得沒有任何的 呃 呃 mistake 之類的 所以我我給9.85 但是 Finn Maller 跟Kevin Owens 這一場 你們給幾多分 你們會 呃 對 我也差不多 我也會給9.25 這一場比賽 的確是打得好看 但是 呃 跟 Kevin Owens 還有Sacero這一場 也是差不多 呃 同一個情況 就是明明這一場比賽是 打得OK 好看的 這是打得好看的 但是 觀眾的反應好像差一點點 他們給我的感覺 他們給我的感覺是 這一場比賽是 這一場比賽是要 排在 背裡跟Sasha Bench後面 然後 因為這一場打得非常好 然後完結的 呃 這個 這個 在完結的 極末 當 呃 呃 Sharlotte 還有 Bekky Lynch 他們兩人上了擂台 他們四人 呃 做這個 Fall Horse Woman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覺得 這個 極末是非常classic 當時候 極末是 呃 整天晚上 這場比賽的最高峰的 呃 最頂點的一個 呃 一個位置 然後過了這個位置之後 呃 可能有一些 帥小米又覺得 OK 如果 在這個畫面完結 呃 在這個畫面完結的話 是 It's perfect It's perfect 但是 後面還有一場 Finbella跟Kevin Nolan 然後他嚇壞了 然後就 呃 Finbella跟Kevin Kevin Owen 就沒有辦法跟隨上一場的 呃 的momentum 就劃下來 所以就到最後出來的效果 就差了一點點 其實只是一點點沒有差太多 至少這一場比賽也是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 但是就 差一點點 就是說實話 OK 假設 假設 如果你要我去做安排的話 我會不會有膽量去把這兩場的位置 就是 調換 要讓Kevin Owen跟 呃 Finbella打 先打一場 呃 然後讓 Baley跟 Sasha Benz打 每一份 這個 我 我沒有答案 因為 呃 你們要 呃 你們要知道 Kevin Owen跟Finbella 是一場 Leader match 有時候 這些Leader match 出來的效果 就是 一 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 Leader match 出來的震撼感 一定會比 一 一場 普通的Singles match 普通的單打比賽 來的比較 You know 他 兩 兩種比賽的震撼性 你會選哪一個 Leader match 跟一場普通的Singles match 你們給我一個答案 可以 所以其實 呃 這個是不是一個錯誤呢 我不覺得是一個錯誤 只是 有時候覺得是 Timing的問題 或就是 一些運 哈哈 你只能夠說 Finbella跟 Kevin Owen 運氣不好 真的 但是 一場 Leader match 而且 打的兩個人 都是一些 非常非常 好 呃 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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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有天分的選手 但是你想 也想不到 這兩個人 打一場 Leader match 是沒有辦法跟隨 一場 第一次 Championship match 這個 這個如果 在 一一一一場 呃 呃 在這一場 呃 NXT TakeOver 開打之前 如果 你有 膽量 跟任何人 講解一句話的 呃 講解一句話 呃 其他人都會覺得你 呃 你懂不懂 帥腳 你是不是 風的 一場 Leader match 沒有辦法跟隨 一場 第一次的 彈打比賽 雖然是 冠軍 但是 也只是一場 普通的彈打比賽 你 你是不是 風的 但是 現在 竟然出現 這個狀況 所以 你可以看看 現在的 NXT 有 那麼多 恐怖 現在的 Different Division很恐怖 我可以跟你們講 但是 我開始有一點擔心 我開始有一點擔心 就是 當Sasha Baki Lynch 還有 Charlotte 離開NXT之後 現在就剩下一個 背裡 然後有哪些人可以去 挑戰他 他 他 下一個 挑戰他的對手是誰 雖然我想 可能應該是 Baki Lynch 有可能是 Baki Lynch 但是 在下一個人 我想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Oh shit Eva Marie 你要求Eva Marie去挑戰 Bak Bak Emma 或者也可以 其實Emma也OK的 其實EmmaOK的 但是 如果說 OK 現在 起碼 OK 現在Emma 她 已經有安排了嗎 已經有安排了嗎 因為我現在看到的是 OK 下一個跳 挑戰 背裡的 下一個 上個最明顯的人選 Baki Lynch Emma 還有Eva Marie 他們有可能會放Eva Marie上去 但是 也 衛兵一定會放她上去 因為現在 OK Eva Marie的情況 OK 這個我要講一講 當天NXT TakeOver之前 是有四場比賽的是 一個NXT電視節目的錄影 OK 其中一場是Eva Marie跟Kamala 去打一場當打比賽 OK 當天的情況 我知道是 整個 Barkley Center的所有摔角比 全部一起去Bull Eva Marie 差不多九成的觀眾 都 都 把Eva Marie Bull的很慘 OK 如果說 OK 整個SummerSlam Weekend 整個SummerSlam週末 OK 兩場比賽 NXT跟SummerSlam OK 要說到 被虛的最慘的 兩個人 OK 一個是Roman Rings 另外一個就是Eva Marie 但是Eva Marie 我聽說 她被虛的程度 已經超越Roman Rings 好 還有就是 呃 我當天有一個朋友在場 OK 然後她坐的位置是剛剛 呃 呃 坐在Eva Marie的男朋友的附近 OK 然後她留意到 呃 Eva Marie的男朋友的 的 的表情 就是 當時她非常非常尷尬 她非常尷尬 因為她要忍受 看這一場比賽 然後要 呃 跟Marie這個人 然後 然後 她 呃 我朋友跟我說 呃 呃 她男朋友的表情非常難看 很難看 就是難看到一個程度就是 你會可憐這個人 就是 呃 你要在 這個場合 要看著你的女朋友 女朋友 被虛 然後 你會不會有膽量 跟人家說 呃 我是Eva Marie的男朋友 隨時連 你 你這個男朋友 我們都要虛 非常尷尬 我跟你們說 我 雖然我 我沒有看到 但是我可以想像住 這個 這個畫面是 是什麼的 OK 雖然 Eva Marie 她之前跟的 呃 呃 Brian Kendrick 呃 去做了一點訓練 OK 呃 而且這一些 呃 video 我們都看過 呃 有一些 比如說 一些snap suplex 還有 一些 呃 偷被 呃 飛出場外的 一些偷被的 我們都看過 OK 有些人覺得 哦 他 他 呃 有進步 有進步的 但是 我經常強調 一件事情 你懂的 你懂得怎麼 呃 去 呃 教授 用出來 是一回事 但是 你的擂台 心理學 in ring psychology 你如何 如何在一場 比賽 發揮出來 也是另外一回事 OK OK 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呃 再一個選手 OK 流暢度 OK 但是 有一種東西 是可以 影響到 流暢度 這種東西 呃 這種東西是什麼 看看你們 有沒有人猜得出來 應該沒有了 對 應該沒有了 OK 不是 兩個字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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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實踐 OK 我講一件事情 OK 呃 我聽過 Chris Hero OK 我上一次 去跟Chris Hero 談話的時候 我們也談過 呃 時間的問題 一點點 OK 他 有時候說 今天 我們的比賽 有多少 多多少時間 然後我在想 這些時間 我們去做什麼 OK 其實一場 摔掉比賽 怎麼打 就 其實有一點點像 呃 我們做 摔跤時報廣東話 捷舞 OK 喔 OK 我形容一下是什麼的 OK 比如說我們一集 呃 我們一節的捷舞 是30分鐘 OK 然後在30分鐘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 啊 topic 我們會有一些話題 OK 然後我們只有30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如何在這30分鐘的時間 把這些topic講完 然後 然後 同時間也講得很好 OK 其實打摔腳 一場摔腳比賽 也是 同一樣的東西 假設 OK我 呃 A跟B選手 OK 我們設定你們的比賽 呃 今天你們比賽打8分鐘 OK 然後 然後在這8分鐘裡面 你們安排 呃 什麼東西在這8分鐘 呃 裡面去打出來的 你們自己想 OK 摔腳有時候就是 呃 好像一個puzzle puzzle中文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講的 OK 等一下你們幫我翻譯 OK 摔腳其實好像是一個 呃 在呃 玩一個puzzle一樣 啊 拼圖一樣 OK 你 現在我給你 我給你10分鐘時間 你把這一這一幅pin圖完成 然後我我就會 OK 我在這一秒 或者是在這一分鐘 我把這個 這一部分放在某一個位置 然後我在另外一個部分 呃 在某一段時間也放在另外一個位 呃位置 然後 呃我們在10分鐘之內 完成這一幅pin圖 摔腳就是這樣打的了 有時候呃 比如說流 呃你們看比賽 會覺得 呃某一些比賽 在某一個部分 流暢度 或者是 呃一些節奏 你會覺得不對的 有時候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呃 OK我聽說呃 A.J.Style 他說過一件事情 他之前在G1 Climax的時候 有一場比賽是打盤喬洪志 然後他當時候呃 他說這一場比賽他們設定 大概要打30分鐘之內 OK 然後他當當他聽到呃 外面的Ring announcer 就是有時候會呃 每5 呃 每5分鐘就會報時 就是呃 5分鐘過了 10分鐘過了 15分鐘 20分鐘 OK 當他聽到25分鐘已經過的時候 他開始有已經緊張起來了 因為 oh shit 25分鐘過了 OK 呃 我們不能 敲過30分鐘 我們要快一點 把我們的 呃 比賽打完 OK 我們不 呃 不能呃 敲約30分鐘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 某一些比賽在呃 呃 最後一部分 譬如說最後幾分鐘 你會覺得呃 為什麼會打 打得有一點亂 就是可能因為 他們呃 時間快到了 OK 然後他們中間其實 呃 譬如說他們安排20個位置 OK 20個位置在30分鐘之內打完 但是呃 呃 他們 當到達25分鐘的時候 他們 只是完成 大概 呃 14個 呃 14個spot 14個spot 而已 然後 他們就覺得 oh shit 我們還有剩下5分鐘的時間 OK 我們要完成這一場比賽 所以呃 呃 可能有一些東西我們不能幹 我們集結 呃 跳到完結的部分 我們呃 剩下 呃 6個spot OK 我們撿到大概3個 或者是2個 儘快完成這一場比賽就 呃 就算了 OK 所以有時候你們會看 呃 呃 呃 有一些比賽會覺得呃 呃 不夠流暢 就是因為時間的問題 所以 所以 一個 選手 在一場比賽裡面 如何掌握時間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永遠都要知道 OK 呃 呃 就是 呃 我在打比賽的時候 OK 呃 現在這一場比賽 幾多分幾多秒 OK Last Stature 如果大家不知道是誰 呃 他是呃 美國一個呃 很有名的帥教教練 OK 他以前也打過帥腳 他現在70 70多歲了 OK 他講過一件事情就是 帥教手 在雷台裡面 去呃 計算他們自己的時間 不是用分分鐘 來去計算 是用秒數去計算的 因為有時候你呃 要呃 呃 呃 用一教 要去呃 set up一教 跟呃 用的時候 有時候 可能 假設我給你們一個 Example OK 比如說一個呃 呃 有沒有 我們現在有沒有一些新日本的觀眾 有沒有一些新日本的粉絲 有沒有一些新日本的粉絲 有人的話 你們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通常新日本的比賽 他們一教 呃 呃 I mean 一教 呃 Brain Buster 一教Fertical Supply 他們要用多久時間 從 呃 set up 到 呃 7秒 No 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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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不止是7秒 肯定不止 我計算過 他們很多時候 這些 呃 普通的 呃 呃 Fertical Supply 他們 要set 從set up 到完成 通常大概 10秒到20秒 這麼 الك 如果一個 Oトップ Tenbuckle 的 Superplex ok 這一些的 ok 更久 從set Up 到完成 中 三分钟随时接近一分钟 我看过最严重的 他们真的用了一分钟 从setup到完成这个spot 因为当你把一个选手 蹦到雷台脚 上面 然后你爬上去的时候 你开始要用了 但是 你的对方会 担住 不会让你成功用这一招 然后他会开始 用拳打你的腰部啊 或者是打你的头部啊之类 他会挣扎 然后他挣扎的时候 然后你会 给他一个receipt 你会还手 你会打他的头啊 你会要 打匀他 然后你再 去挣夺 去把这个 呃 呃 superpress 完成 你干那么多东西 差不多要用45秒到50秒 我算过 所以为什么我会 因为有时候我看比赛的时候 我会拿计时期 这个是原因 就是我要看看你 你一些选手 你要用多少时间来去用 我一招 我拿计时期来看帅小有一些人 给我 曾经 说说一些东西 就是说我赚专业 OK 但是我拿着 计时期来看帅小其实我有原因 因为我是 我就是喜欢研究这一些 OK 假设 OK 我 我要跟谁去打一场比赛8分钟的 OK 在一场8分钟的比赛 如果 一个选手 OK 用一个angle 在锁我的时候 你想想看我我会用多少时间来去sell OK 没说我的确是要必须要用一点点时间去 去sell 去sell 这一叫angle lock 但是我不能用太多 为什么 因为我只有8分钟而已在 在一场比赛 我只有8分钟而已 就算我要sell OK我都不能 可能 我只能给我自己本身 大概 大概 不够一分钟的时间去 去sell 这一叫 但是问题是 你一个选手 在雷台里面 你怎么知道 时间过了多久 你 场地 的 OK 你 打 刷脚的时候 雷台 上面 或者是 任何地方 都没有一个 即时期或者是一个timers 你可以看着 OK我 我现在 我 我的时间 到了 几多分钟 OK有时候 一些 OK WWE的 裁判 会提醒你这一些 OK因为 你们看看 OK 留意一下 WWE的裁判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个 Ear piece 在他们的 耳朵 这一边 OK 就是 Fence Smackman会在后台 会 提醒 这一些 裁判 会跟他们说 你现在的时间 还有多少 然后 这一些裁判 都会提醒 正在打比赛的 选手 OK 你们还有 几多分钟 几多秒之 之类的 OK 但是如果你是在 独立团体的话 你根本没 这些 你这些 Referee 根本没有Ear piece OK 他们怎么知道 他们还有多少时间 只有所以 完全 呃 独立圈也不会 报时 到时的 都 只有新日本而已 但是 新日本 他们报时的 都只有 每五分钟会报一次 但是我刚才说到的 你 一个帅教手 计算 时间 是用秒数 不是用分钟 所以 选手如何 在 一场比赛里面 如何 如何 想到 OK 如何知道 他们 的时间 是 有多小 用了多小 其实 啊 没有一个方法而已 只是 单纯 以赖你的经验 单纯以赖你的经验 就是 这是A.J.START说的 OK 就是 呃 我通常 他 OK 我扣 他 这句话说 呃 我现在通常 打比赛的时候 打比赛的时候 OK 我 呃 呃 以前 我 掌握时间的时候 我都非常困难 但是 这几年 呃 呃 这几年 我开始越来越懂 怎么去 掌握时间 因为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 呃 我 呃 我已经有足足够的经验 去怎么 呃 呃 想出怎么去 转握时间 怎么去 掌握时间 我大概 会知道 OK 我 我现在打了几多分钟 几多秒 OK 我呃 有时候 呃 在日本更加困难 因为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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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不会提 呃 常常提醒我 OK 现在我 我已经达到几多分钟 只有呃 呃 Rain Announce 在外面 OK 说五分 五分钟过了 十分钟过了 这一些 OK 但是 在 五分 在五分钟到十分钟 中间这一些时间 OK 我怎么去掌握时间 OK 我怎么知道 OK 现在已经到了八分钟 我要 呃 做这个spot 才可以 呃 呃 呃 完美 把这一个 比赛的流程 打得非常 非常好 怎么办 经验 真 真的 真的需要经验 没有其他的 呃 呃 办法可以做 真的 所以 呃 选手 建立经验 不是说 你打了多少年 才可以建立 是 是你打了 多少场 如果你跟人家说 OK 我打了五年的摔角 但是 如果你只是 每一个月 只打一场的话 你就算打了 呃 呃 在在打了 呃 七年八年 人家都会觉得你是一个rookies 人家都会觉得你是一个新人 因为摔角手的经验不是从实践来去建立 当然了 实践也是一个因素 但是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你 你在这一段时间 你打了多少场比赛 才是最重要 OK 十点钟了 OK 呃 呃 台湾明天 呃 你们是不是 没错 经验比较重 经验比较重 也不是年纪 呃 你们台湾是不是 明天开始上学 哦 no that's bad 哈哈哈 back to school 哈哈哈 that's bad 所以就 呃 所以 今天早一点睡了 OK 所以就我们 呃 就就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关掉 呃 讲的很辛苦 讲的很辛苦 啊 过于讲不准 而且呃 我也开始讲的 声音瞎牙了 所以呃 休息一下 呃 我有一点 呃 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打LOL 所以呃 刚刚开始 OK 所以的四人事情 刚刚开始打LOL 呃 因为 呃 很多很多年之前 我已经有一些朋友 呃 呃 要求我去打LOL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没有看 都没有 没有打 直到昨天 呵呵 直到昨天我才开始打 因为 因为 我之前玩的 A Marvel Hero 已经玩的有一点闷 然后Dragon Dogmer 呃 这个龙猪教徒的online 也还没有出 然后现在需要一些新的 新的东西 需要 就是调整一下 的兴趣 所以就 OK 如果你们 玩台服的话 你们加我也没用 因为我 刚刚呃 在 节目开始之前 我是 尝试安装 呃 台服 但是呃 我尝试连线 就没有办法连线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呃 没有办法连线 但是 但是每一幅 我没有问题 所以就 叽叽了 呵呵呵 所以没有办法 台服这一遍 我还是会 呃 想一些办法 看看有没有 呃 办法能够 呃 连级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带 我 我会跟大家说 但是 呃 呃 等一下 呃 你是 美斧的 对吧 OK 美斧跟我现在 呃 呃 RC上面的名字是一样 都是 REC RIFLE 这个是我中学的时候 呃 玩 呃 角力的一个 呃 名字 OK 所以如果你是玩美斧的话 你就可以叫我 OK 但是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OK 所以 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呃 陪伴我 过了这两个小时 看看下一个礼拜 呃 有没有摔角石包了 好 所以就呃 拜拜